今天要和大家介紹的是 Leica的螺絲機鏡頭 可以用在現代的數碼機身上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kie 這次和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螺絲頭的鏡頭 Leica在30年代開始 已經生產了不少的 螺絲頭接口的鏡頭 到現在為止 其實已經有80年的歷史 雖然是這樣 但依然可以保持有一定的水準 就算和現在的鏡頭比較 當時研究的時候 主要是用黑白菲林來做一個標準 所以黑白菲林的表現方面是很好的 例如灰階很豐富 過度是順滑流暢 立體感亦都很強 在彩色相片方面亦都不錯 很有味道 不只是賣點 不只是銳利 而賣點是那種感覺 如果你說希望今天可以用到當時的螺絲頭的鏡頭 其實都很簡單 好像這個是一個螺絲頭的鏡頭 這裡你只要把它加上一個折環 這樣就對了 就變成了一個L39的螺絲頭 變成了一個現在的Leica M Leica M現在是很流行的 所以你基本上就可以用到 這樣就可以拍到 至於線框方面 因為M有分線框 其實是分了三種 三個不同的版本 分別有28和90 另一個是135和35 另一個是50和75 這三個不同的版本 是因應你自己的鏡頭的range 而去選擇一個適合的adapter 一個折環是給它的 當你用對的時候 線框就會出現正常 跟現在用M鏡頭是一樣的 現在看看 譬如說這裡一個是35 一個是135 怎樣看呢 外面這個線框就是35 裡面這裡可能很淺色 這個就是135 裡面這個就是對焦的範圍 那個黃巴對焦 至於50和75又是怎樣看呢 外面那個就是50 裡面那個就是75 這個就是28和90 外面這個線框是28 裡面這個就是90 即是說你看到的範圍 譬如說這裡28 就是看到這麼多的時候 你拿一支28鏡頭下去 就會拍到這個範圍 如果說你拿一支90的鏡頭 這裡都是看到同一樣的線框 不過你拍的時候 就會拍到這個範圍 是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們不時會有攝影器材的介紹 以及上載到網路上的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希望你給我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拜拜 Woot Woot A